据香港媒体报道 年仅15岁的台湾艺人欧阳娜娜拥有青春少女味 早前有传她在电影《北京爱情故事》与刘浩然传恋情绯闻 二人在微博也不时传情 欧阳娜娜昨日更新微博晒刘浩然的照片 祝对方生日快乐 欧阳娜娜在微博写道 物理亲姑啊生日快乐 随后刘浩然转发了欧阳娜娜的微博并回复道 话说照片什么鬼 小心我报复你哦 欧阳娜娜 1997年出生的刘浩然是从16岁开始踏入演艺之路的 当时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的她 被陈思成导演选中 在电影《北京爱情故事》中饰演颂歌一绝 她与欧阳娜娜扮演的一对中学生之间 朦胧而青涩的感情 之后两人频频互动 多次被猜测阴系生情 而身在巴黎出席时装周的她 在不少自拍中都大袖手上的无名纸上的戏纸 令不少网民对号入座 直呼你们快公开恋情吧 据香港媒体报道 年仅15岁的台湾艺人欧阳娜娜 拥有青春少女味 早前有传她在电影《北京爱情故事》 与刘浩然传恋情绯闻 二人在微博也不时传情 欧阳娜娜昨日更新微博 晒刘浩然的照片 祝对方生日快乐 欧阳娜娜在微博写道 无力亲故啊 生日快乐 随后刘浩然转发了欧阳娜娜的微博 并回复道 话说照片什么鬼 小心我报复你哦 欧阳娜娜 1997年出生的刘浩然 是从16岁开始踏入演艺之路的 当时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的她 被陈思成导演选中 在电影《北京爱情故事》中 饰演颂歌一角 她与欧阳娜娜扮演的一对中学生之间 朦胧而青涩的感情 之后两人频频互动 多次被猜测阴气生情 而身在巴黎出席时装周的她 在不少自拍中都大秀手上的无名纸上的卸旨 令不少网民对号入座 直呼你们快公开恋情吧